欢迎收看财经护城河 各位投资长 大家好 我是红高 好 在今天台北股市算是一个开高 往下 say一个稍微下挫的一个走势 但是在我们临近的这个国家 在日本股市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什么 日本股市在盘中触及了3万点的这一个位置 好 那最后收盘 当然没有再站上这个3万点 但是这个时间点 日本股市的大涨 不是只有涨一天两天哦 是涨了好几天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日本股市最近的走势 是怎样 扶摇直上 那这今天盘中触及到这3万点 在这3月份之后 他就没有再创历史新高 那在这时间点这样子的拉抬 这样子的走势 意味着是什么 好 同时我们来看一下这新闻讯息 新闻的讯息直接来解读 日本股市强涨的理由 第一个是什么 政治稳定 第二是美国的长期率率上升 第三个是什么 日本国内的经济 怎样重新开放 怎样有这个预期 那对这建议委首相 他可能会这样丢出一个新的财经政策 那刺激经济的这个方案 这是日本本土的这个预期的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是什么 武肺治疗药物将问世的消息传出 同时这个时间点 在这个时间点 你看到日本股市是这样子上涨 那他上涨的理由 我刚刚说过 这四个 这四个其中 大家都怎样 怪怪的地方是什么 怪怪的地方 当日本股市上涨的这同时 他竟然怎样 伴随着是怎样 疫情并没有缓和 可是这个新冠疫情的这用药 可能要这样 即将问世的情况之下 日本股市高涨 在这个时间 台北股市 台湾遇到什么 新北市的这幼儿园 怎样 又确诊了 然后这确诊累计总共超过 这个16人到今天 16人 那我们的卫护部长 陈时中说了什么 基因定序可能指向 Delta 对吗 那请问你 这疫情接下来对台北股市 会不会有影响 你必须好好的思考一下 你必须好好的想一下 在过去 我每次在这个节目上面 跟大家解读疫情 对股市的影响 每一次都是对的 每一次都是对的 2020年的1月份 全市场还没有看到 武汉肺炎的时候 我就直接告诉大家 这要小心 过完年之后 2020年3月份 股市崩跌的时候 大家都告诉你 世界末日的同时 我告诉你 手中的股票要报警 在去年 在今年 今年的1月份 投资票 这时间点更重要了 台湾遇到什么 桃园的疫情 全世界的人都叫你这样 砍股票 不是全世界 全市场的分析师 有很多知名的分析师 都叫你砍股票 杀股票 投资票 结果都砍到最低点 后面的几波 我们就不用再讲了 在4月份 这个股市下跌之前 我也提醒大家 过去 疫情归疫情 4月份 4月底 我告诉你 这会影响 那这一次呢 这一次呢 同志们 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我要卖个关子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的话 你在今天的盘中 我们的call讯讯息 都已经传出去了 接下来一个重要的时间 这个时间点 就等待消息 就等待我们 卫福部公布 确定的讯息 投资员 在操作上面 自己好好的思考 好了 不一样 会员要跟 投资朋友 你不是会员 当然要有点不一样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反正就是这样 你应该会听得懂 我的意思 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日本股市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 那这股价是怎样 连续下跌了好几个月 都没有再创新高 那在这三月份 三月份之后的股价 就是这样子走势 你自己看一下 在最近是这样强涨的 在强涨呢 我们来对比在这一个南安股市 南安股市呢 就比较不一样 南安股市是怎样 在去年的年底 就大涨之后 在这地方三月份之后 还有这样再创历史新高 那接下来股价就开始这样 往下回落在反弹 那台北股市的走势呢 你自己看一下 有点这样 类似南安股市的走势 在这一个时间点 在这个时间点 是这个四月底 五月初的时间点 当时我已经警告大家了 当时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我又是领先市场 四月底之前 我就已经讲了 四月28号的影片 你回去看 那几天你自己回去看一下 我有没有告诉你 股市会跌 这一段跌 短短的一个多礼拜 杀了五百多亿的融资 如果你是我节目的粉丝 想必你已经避开这一段 下跌的走势 除非你不是我节目的粉丝 除非你有听到我在讲 却没有 听进去 不然这一段你应该可以避开 那这里今天杀完之后 拉抬 再创历史新高的同时 在这时间点 我有没有告诉大家 准备要减码降挡 准备降挡减码 有没有 我说过这四个字 你就是念来念去就好像什么 绕口令一下 总而言之在这最高点之前 我就已经告诉你 要准备降挡减码了往下回落 杀到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避开 有没有避开 拉起来你会觉得说 老师我有些股票怎样上涨了 接下来怎么办 尤其是台积电 受到我们的政府基金 怎样大力的强拉 护国神上大涨之后 感觉上你好像台积电卖错了 对不对 好 同事 大一会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大一会我再问你一件事情 台积电 你到底怎么样 怎么看 好来看一下 这是上海的重害指数 在最近也是强涨的 这个非常非常凶猛的涨势 好像比这个日本股市还厉害 对不对 好像跟日本股市差不多 对不对 总而言之 这个地方蛮用力的 那我只会告诉大家 近期的大陆官方刻意的做多 这心态非常浓厚 而你在看这个我们新闻的时候 都会看到什么 这个有人说什么 这个北京天安门出现什么 黑天鹅 放了黑天鹅进来 这怪怪的 明明股市就大涨 为什么这个北京这个天安门 上面放一只黑天鹅给大家看 总而言之 这个大陆股市也是怪的 大陆官方大陆人都是想法跟我们不太一样 好来看一下这是恒生指数 香港恒生指数在这个2月底左右 这个2月中 2月中旬左右 就这样创历史新高之后呢 不是历史新高 创新高之后呢 就往下回落 它是怎样 亚洲主要股市最为弱势的一个市场 在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样 爬不起来 好那我们就不多讲了 总而言之 你看到亚洲主要股市 从日本南韩 台湾到中国大陆的上海中央指数 恒生指数 你有什么感想 你有什么感觉 接下来台币股市 在这疫情出现的这情况之下 Delta病毒会不会真的攻入台湾 这正反进退 你必须要好的思考 你应该怎么做 好不好 我只会告诉你 看我们节目 你一定会有感觉 好来看一下这次股票 台积电 台积电股价 今天在最高点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634块 昨天是比较高嘛 感觉上今天就有点落差 对不对 好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利多太多了 落差下来的最后收盘 收在这地方 投资没有 我说过了 这一波台积电涨得非常非常的凶猛 杀到550块附近 拉起来拉到接近 这个地方 这涨点非常的凶猛 没有买到就很屋嘴 前面砍掉也很屋嘴 但是我会问你 我会问你 你买台积电 你是真正了解台积电 还是只因为它叫做护国深山 你要这样思考 你是真正了解台积电 还是只知道它叫做护国深山 买它就对了 买别人就这样 不管了 有钱就是买它了 好 同学 你要必须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这张图 这张图 COWOS 你这个英文缩写 你可能看不懂 没有关系 总言之 这地方的也是写英文 这张图你也看不懂 这张图 你还是看不懂 这两张图都是从这个台积电 技术怎样文件 截图下来的 都是截下来的 都是台积电 内部使用的这文件 同学们 自己看一下 这两张图 如果你都看不懂 你买台积电就叫做什么 只因为它叫做护国深山 这两张图 如果你看得懂的话 那我会告诉你 恭喜你了 你知道台积电的伟大 到底伟大到什么程度 台积电的厉害 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 台积电的未来 未来到底有什么 这样 可以继续这么压下去 买下去的啊 怎么样 这两张图 看得懂 就恭喜你了 我就不多讲了 好不好 总而言之 对台积电 现在的这个股价的表现 昨天的这个最高点是638块 今天的最高点 差了一点点 就往下收了一个黑K线 接下来 如果你手中有台积电 你必须要思考的是什么 你要不要因为疫情而卖出 如果你手中没有台积电 接下来你要思考的是 我什么时候要买进台积电 投资料 答案很简单 对不对 就这两个嘛 对不对 有没有第三个 有啦 你会说老师 我死都不卖 有没有 跟航运股 海运股一样 抱着就对了 这样也可以啦 这样也可以啦 但是投资料 那这个每个人 每个人交易个性不一样 但是我要告诉你 现在比较麻烦是 有股票的人上涨赚钱的 创新高啊 当然是这样 没有任何的问题 麻烦的是手中没有股票的人 没有股票 没有台积电 请问你台积电 我昨天讲过了 台积电 世界先进 这两间公司 你要买谁 你要买谁 你喜欢谁 好现在如果你选台积电 如果你执意就是 我要台积电 我要台积电 因为他叫做护国神山 好那 没有股票 有现金 怎么买 投资料 这边有一个缺口一 这边有一个缺口二 这两个缺口 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意义 但是我会告诉你 这两个缺口的位置 这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这么简单 你想得通 恭喜你哦 如果你想不通 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好不好 反正台积电我也没有什么多讲的好讲的 从这个2019年 这个下半年我就一直告诉你台积电有多好台积电有多好 这是2019年 投资料 2019年下半年 9月 10月 11月 下半年 我讲到2020年 这个1月份的时候 叫你卖 叫你卖 330块以上 站在卖方 卖掉 先获利一半 5万肺炎 新冠肺炎 2020年的3月 杀到290 买回来 杀到260 加码买进 投资料 这叫做我的操作 我的台积电 现阶段台积电是600多块 投资料 那你怎么操作 你的台积电又是怎样买 又是怎样做 投资料 过去那一段 我们都不用讲了 那丰功伟越的历史 很多人都会把过去 他做了什么事情 讲了什么股票 拉进来讲 有时候太遥远 就不太有意义 总言之 我会告诉你 我会提醒你 这叫做缺口一 这叫做缺口二 这有两个意义 这个意义非常非常的 怎样 对于你的这个操作交易 有很大的帮助 你必须好好的思考 就这样子 先提点你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股票叫做什么 大盘好不好 这边直接写了 这是今天的大盘江坡图 大盘江坡图 今天是怎样开高 就直接往下回落了 回落之后 在这边地方怎样 平盘下盘整直到收盘 这叫做今天的大盘 在今天盘前三分钟 我对我的行情的这个看法 告诉我的会员朋友 那我们说了什么 这个开高的话 这个行情会怎样 除非找盘要突破一万七千五百八十九点 否则还是要留意 盘中卖压会持续增强 投资朋友这是我开盘前 就已经传给我的会员朋友的盘前三分钟的图卡 在开盘前我有录制盘前三分钟的影音 那因为我们要改版 我们在盘前解盘的这个影片 这个影音 要陆续改版 我们现在正在try 那未来可能会直播 盘前就先直播 对不对 让大家享受一下我们的这个投资服务 好那不管怎么样 现在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你就可以先享受盘前三分钟的图卡 我就直接告诉我的会员朋友了 十点之前 十点之前有没有突破 对吧看一下17589有没有 没有嘛对不对 那盘中就要留意他的卖压 对不对 那你们看到盘中就下沙了 卖压有没有争抢 有没有争抢 有啦有感觉了 有感觉了 好那不管了 总而言之我在讲是 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当然就是会享受到盘前的解盘的服务 盘中的趋势分析的服务 还有盘后说卖 那已经在加什么我们在节目 那有任何的问题 当然就在light上面就直接这样询问也没有问题啊 你有什么股票啊 老师我这股票的看法 有什么意见 都这样可以提出来 投资票就是这样子 我们这样提供的咨询服务就是这么的好 好这是大盘的今天的这一个多方动能空方动能数值 在今天大盘的日K线 它的空方动能是昨天开始这样转强到今天是这样强度增加了22倍 哇投资票是22.2倍 这个数字就打出来呢 我自己也这样算出来是有点怪怪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接下来 这个地方不是大好就大坏 依照我们过去的交易经验 这个地方这个股市 不是要强涨 就是要这样 杀盘 你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一下 好那在这大盘的周K线上面 多方动能强度呢 它是GG增强的 但是它增强的强度呢 比上个礼拜减少了23.7% 那大盘的月K线 空方动能强度呢 是比上个月减少了16% 这是大盘的这个多方动能空方动能数值 那对大盘的行情的看法 昨天我们讲了一堆 但是量价结构没有时间讲 今天我们从量价结构来开始告诉你 昨天上涨的啊 留了上一线成交量有没有 比上个礼拜还多 有啦 那比看一下看一下 这一根黑K线 黑的成交量 就是昨天的 比上个礼拜多 比上多多多多多多到哪里 感觉上就没有差很多 对不对 比这边多很多啦 比这边多很多啦 但是其他呢就还好 所以这成交量 在这个大盘这个K线上面呢 其实他上涨的动能其实不够 不够今天就想办法要拉海运股 促什么促造这些创造这些人气 促使这个人这样 回来当冲啊冲啊 冲啊 冲了老半天 今天冲海运股 先买进然后卖出就赚钱了 对不对 那前几天之前先买进后卖出就赔钱了 今天敢不敢冲 敢不敢冲 今天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还有人去追价买进 认为明天海运股会怎样 再放力多 再冲高 去买 结果这样又开始滑落 虽然投资票你动作慢一拍慢半拍慢两拍 都有不同的差异 当然我不会说动作慢一定赚不到钱 但是他就是会有差异 而这个差异 那我们来对照今天的大盘的走势 下跌收了一个黑K线 为什么 因为海运股 万海冲上去涨停了 长龙海运点到了 没有 阳明点到了没有 不管有没有点到 最后有没有锁 没有盘中的人气 有没有创造出来 面板 全转有的拉抬了 有没有创造电子骨的人气 好像拉不起来 对不对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大盘江波土 这样找盘就是这样 被灌下来 谁被灌下来 台积电变灌下来 谁被灌下来 大型全子骨被灌下来 好 同学院我在这节目上面跟你讲过了 如果在盘面 在行情呢 还是跟过去一样 要涨钢铁 要涨海运 创造多头市场的这样 荣景 那我会告诉你 股市绝对不会涨 你相信我 股市要涨 一定会涨到半导体的股票 半导体还是主流 你千千万万不要忘记 好了 这地方下沙了 到这时间点 最后是量量缩的 这量缩对今天的日K线 下跌量缩 当然叫做好事啊 如果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下沙 如果这样 沙下去 成交量是继续放下去的话 我会告诉你 不会有这一段 不会有拉抬的这一段 这是沙到量缩才拉起来 那在这地方再整理 这成交量 其实放的不够 放的不够 所以才会怎样 有这样反弹的机会 好了 那反弹机会延续到 这最后收盘呢 当然比昨天还少了 这下跌量缩在日K线 我再讲一次 叫做好事 过去我会告诉你 大盘下跌的时候 有没有 他第一个叫下跌 不涨有没有 下跌就赶快量缩 缩到有没有 极致 当时是怎样 4000亿左右 让缩要赶快缩 缩得越小越好啊 不涨就赶快缩嘛 要不然就是怎样 杀到爆量换手 我讲过了 如果是杀到 第二种杀到爆量换手的话 那我们大家都很辛苦了 这个就比较累人了 所以这下跌量缩 下跌量缩 缩是好事 杀到换手就比较不好了 好了 这地方下跌量缩 是不是好事 以日K线上面的角度来看 叫做好事 但是这一段上涨之后 对于这周K线上面 就是一个麻烦 今天的大盘的成交量 这个加昨天 大概是7085亿 后面还有三个假日 如果每天 接下来都是怎样 3000亿 像今天是3500亿 那每天3500亿 3500亿 3500亿 那总共是怎样 1.1兆左右 那再加7000亿 就是1.8 1.8兆 跟这个前面的 周K线的成交量 会不会差很多 不会差很多 那你在这地方上涨 有创高 成交量 没有带出量 那是麻烦 是问题 相反的 如果在这地方量缩了 投资票也是一个问题 这不管涨跌 这个量 成交量 增加 减少 都是问题 那再配合价格 哇 那就更怪了 那就会更怪了 所以呢 在这个周K线上面的问题 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 这个位置 17,247点 这个位置会不会再被跌破 一旦被跌破 操作交易 请你都要特别的小心 特别的小心 那这是这一个 大盘的这个量价的结构 这个问题 那我们之前都已经跟大家讲过 台北股市 目前碰到的问题 真的是怎样 量跟价没有办法配合 就算配合得了的话 哇 还是麻烦 操作上面还是麻烦 好 那我们赶快看一下 这支股票 这支股票叫做什么 什么 讲不出来 这支股票叫红海 这支股票叫红海 这支股票叫洋明 这是昨天 这个标错了 难怪我刚才讲不出来 这是昨天 这没有丁正 这是昨天 红海收盘价是111块 这洋明海运收盘价是113块 好那这昨天 一样是昨天 红海的收盘价是111块 长龙海运是118块 这是我昨天告诉你的 而在昨天这个节目 我跟大家讲的很清楚 我说过了 这个时间对于海运股 你有问题赶快来找我 因为你想要调整持股 还有一点点时间 在今天的这个海运股的走强 在海运股的走强 我会告诉你 绝对不会是偶然的 这绝对可以是预期的到的 绝对是可以预期的到 但是我会告诉你 想要调整你手中的海运股 时间只有一点点 请你不要再错过了 先前长龙海运在这 210几块的时候 我告诉你 那会有一个这样 会有 让你这样 可以这样 卖股票的时间 那个时间点 这个错掉就 错失掉就没有了 当时我已经跟你讲过 现在我告诉你 还有一些些时间 还有一点点时间 那今天这个长龙海运走强 那在这阳明海运 忘记了对不对 那你自己回去看一下 7月6号 7月7号 7月8号 那三天的影片 你就会知道 好那我们不管怎么样 大家看一下 长龙海运 阳明海运 万海运 攻到涨停 锁了对不对 非常的厉害 非常厉害 但是我会告诉你 这个时间点就是怎样 可以怎样 为你创造一点 重新整理持股的 机会 为你创造什么 可以反败为胜的契机 同志们讲 在这地方你必须要把握换股 你必须要把握怎样 把怎样 手上的股票转换成未来怎样 可以涨更多的股票 未来怎样 让你一样买的安心 怎样 抱的安心 重压都没有问题的股票啊 这样子你才可以把过去 海运股赔的钱赚回来啊 如果你把海运股的资金 现在卖掉了 长龙万海阳明不管你哪一支 都卖掉了 然后你再把这资金分散去买 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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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好 五支了好不好 五支 会不会太多 不会啊 控制五党好像很厉害 没有问题 五支会不会太多 不会 但是 我会告诉你 赚不回来 你现在做的事是什么 把你所中的海运股的股票 卖出去之后要买一支对的股票 重压 买进去 第一个可以让你这样 抱的安心 第二个怎样 你可以怎样 睡的安心的股票 而且才是具有潜力哦 价值被低估 未来是怎样 肯定赚回来 肯定赚回来 这样子做才是对呢 如果你现在把海运股的股票 卖掉然后分散到一支 一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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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支都嫌多了 那十支呢 更多了好不好 OK 好那我告诉你 就是 我已经说过了 你非买不可的股票 有五档 五档 但是如果你今天来找我 我只会给你两档 我只会给你两档 就这两档 你就可以怎样 中压大买啦 你就要怎样 反败为胜啊 对不对 好投资家自己好好的思考一下 那对于海运股的这一个看法 你自己看一下 这是在我这一个 线上投资展望 九月份哦 八月底九月初就讲了 我说过了 对这艘船没有骗你了 你自己回去看八月底 九月初的这个影片 这艘船我说过了 对于海运股的货贵三雄 我有怎样 看法 第三个 营收财报对股价偏多 我又没有说错 我又没有说错 九月十号之前要公布营收 我在八月底九月初 有没有 就已经录好的影片 八月底就录好的影片 就直接讲 投资家自己还好的思考一下 那但是我会告诉你哦 这时间 这时间是让你重新整理持股 要让你反败为胜的时间 你不要以为看到 今天长海运攻上去 阳面海运攻上去 外海运攻到涨停 说到你哇哦 接下来怎么样 期待有没有 继续期待 未来会怎样飙涨 同样你会 会怎样会怪怪的 好不好 我不多讲 总而言之 对于海运股的分析 见解 我也没有很精准 你自己心知肚明 尤其是我的会员朋友 这张图可以作证 9月份线上投资展望 我的会员朋友一定都会有看到 一定可以作证 绝对没有篡改任何一个字 好 你非买不可的无档股票 投资没有 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那现在加入我的会员 有这个好机会 拿着会员影音 有盘前的三分钟 有盘中的趋势分析影音 那我们在盘前三分钟 我说过要改版 接下来可能会 这个采取直播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现在正在研究 那正在研究 好 那在盘中趋势分析影音 告诉你接下来行情 接下来的短线的看法 那盘中有哪些股票 可以特别的留意 那在这个 每个月月底都还有什么 这个线上投资展望 那如果你这个会期比较长的 还有这个轮转战法技术班 可以怎样 可以训练一下 接受我们的这一个震撼教育下 轮转战法技术分析 投资跟别人不一样 我再讲一次 好不好 跟别人不一样 好了 如果你有其他股票问题 你想要咨询的 一样的在我们头顶上 来的QR Code 你就可以扫描来询问 希望你来怎样 询问都没关系 要有诚意 那在我们这一个 YouTube影片下方呢 一样有财经护城额股票咨询表 你随时都可以点选 超连结 就来怎样 填写你的电话姓名 跟你想要问的股票代号 这个名称打出来 再回答两三个问题 就可以按提交 一样可以送出来 我再讲是 来的QR Code 请你扫描 YouTube影片下方 财经护城额股票咨询表的 这个地方有这个网址 点选一样都可以点选 好不好 好 现在加入 请你怎样 好好地把握这个机会 有这么多的 投资服务 更何况 要买进这 让你仿败为胜的股票 希望你好好把握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